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都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日星期二农历11月21日 我是哈石齐 我是雅秋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业节目分别是家内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点和成交联谈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 情感夜线 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二到周二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治理师江苏》 《心理漫谈》 《评书连载》 《西雅都少年说》 《台讲信箱》 《西神美丽书》 《放弃无息》 《西零可玩》和《文学信声》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 《舌尖上的西雅图》 《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首期收听请下载《TRAINES RadioCF》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星期二说 以色列将在海牙国际法庭出庭 抗辩南非对加沙战争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 南非经济有要求国际法院发布紧急命令 宣布以色列镇压哈马斯为被以色列对1948年的 《种族灭绝公约》的承诺义务 发言人利维在线上介绍说 以色列国将在海牙国际法庭出庭 消除南非荒谬的血腥诽谤 利维说 我们向南非领导人保证 立时将审判你们 将无情地审判你们 南非几十年来支持以色列占领 土地上建国的巴勒斯坦人事业 南非将巴勒斯坦人的遭遇 比作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多数的遭遇 以色列对此强烈否认 国际法庭是联合国处理国家之间纠纷的场所 以色列外交部说 这个诉讼没有根据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发言人 蒙拉尼在X上说 代表南非的律师们正在准备 1月11日和12日的听证 哈马斯10月7日越境攻击打死1200人 触发了以哈战争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 以色列随后发动的空袭和地面攻击 打死22000多人 虽然伤亡数字不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 但加沙卫生部说 加沙死者70%是妇女和不满18岁的人 以色列质疑巴勒斯坦人的伤亡数字 表示打死了8000名战斗人员 利维说 以色列军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减少伤害非战斗人员 在2023年 俄罗斯没有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 没有令毛骨悚然的画面出现 看不到摘头盔 身穿防弹衣的防爆警察 欧打学生 也没有将年长的示威者 推入警车的情景 然而对一亿人士的严厉镇压 却是普京安全部队的日常工作 只是将重心转移到了 预审居留中心 法院和监律系统 这是回到后斯大林时期的镇压体制 俄罗斯被进的纪念协会的人权活动家 切尔卡索夫说 也许这是上面的命令 那是可能的 但是这与苏联搞运动的逻辑是相同的 现在普京又回到了同样的事情 但不同的是 他不只是维持某种稳定 而是进行社会工程 建设一个新国家 他说 夭制的范围足够广泛 一个人被监禁 其他一百人也被牵连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行政犯罪 下一次再犯就意味着坐牢 这在苏联新开通现在也一样 哈马斯武装组织和中东新闻媒体报告说 以色列周二夜间 对位于贝鲁特郊区的哈马斯办事处 进行了一次无人机袭击 打死哈马斯高级官员 阿鲁里 阿鲁里是哈马斯政治局的高级官员 是其军事分支 塔萨姆旅的创始人之一 塔萨姆旅执行了10月7日 对以色列领土的突然袭击 美国去年巡赏500万美元 获取捉拿他的信息 以色列军方拒绝就这一消息发表评论 但是以色列誓言杀死哈马斯关键领导人 这一行动符合这个意图 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的战争已经持续近三个月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60% 最低气氛华氏是43度46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51% 最高气氛华氏50度摄氏10度 最低气氛华氏42度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2023年最后这一天 习近平主席要发表信念贺词 财经周坑发出《2023终有一别》 盘点年内逝世的中外人物 包括前总理李克强 前美国国务卿经济格 率先向媒体披露SARS真相的军医 蒋炎勇 中国民间妨碍第一人高耀杰等等 10月底去世的前总理李克强 对黑白照片排在了首位 注目醒目 这位促世的前总理 十年委屈求全 也曾试着在清零后期抢求经济 说出改革开放不可阻挡 有如长江黄河不会到刘一样 以及刘一人月收入只有千元的大石化 以及临别时发出建言般的警告 人在座天在看 到事实之后民间的怀念不断 财经周坑只是刊载了照片 当晚《2023终有一别》就被删除 而且财经传媒社长胡舒立的微博 也被清空 怨念不明 网民在评论区留言众多 其中有句云 财新有心 人间有暖 在差不多万马其宣的中国 财新被视为是一家难得的感言媒体 在夹缝中寻求突破 在阎光中打擦片球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年 1978年12月18日 中共领导人邓小平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启动改革开放 告别毛时代的闭关锁国 12月15日 财新周刊发表社论 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引述邓小平当年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 强调只有坚持实事求是 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 社论有感来发 官方当年吹嘘 行事大好 越来越好 实事是名声雕仇 贫穷落后 社论认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被拨幻反正 并奠定此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一经验对迄今发展而言是不爽的霸宝 对近日去改革则是前行的指南 社论说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收拾乱局 直面挑战 才能解放思想 才能勇敢调整对外政策 与世界接轨 才能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 也才能解决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 以及求证某些不当政策 社论指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增长乏力 社会预期转弱 财政金融风险浅漏 社会保障问题至于严峻等等 不仅事关估计也波及名声 有分析指 官方要求畅想中国经济 这自然会被看作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 经济回升向好的结论上反调 据多家国际媒体1月2日披露 总部位于荷兰的顶级芯片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应美国和荷兰政府要求 暂停向中国交付光刻系统 此举引发中方强烈不满 有分析指出 美国及盟国在对华半导体技术及设备的 限制措施方面共进退 会大大拖延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速度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和荷兰政府要求 暂停 美国交大本国企业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后 荷兰政府也要求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暂停向中国出口特定的光刻系统 彭博社则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阿斯麦适应美国拜登政府的要求 敢在对华出口禁令生效前做出了上述决定 总部位于荷兰的阿斯麦公司 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荷兰政府近期部分撤回了2023年 受网中国的NXT-2050i和NXT-2100i光刻系统的出口许可 此举会影响部分中国客户 此外 该公司在最近与美国政府的讨论中 获得了美国对于出口管制法规的范围和影响的进一步确认 该声明表示 我们预计当前出口许可证的撤销或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不会对2024年的财务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旅美资深芯片工程师李文诚表示 荷兰政府本月生效的对华出口禁令正式响应 美国禁运要求的实际行动 2023年10月 美国要求停售45纳米以下芯片标准的设备 所以今年荷兰马上执行了 因为所有的设备都包括美国的专利和技术 他说 停运之后肯定对中国的芯片制造业有直接的影响 可能也会对一般的供应 比如说电动汽车芯片供应直接造成影响 中国如果希望深刻地广泛地发展这些现代芯片制造技术 并实现制造实用化设备 没有五年是达不成的 阿斯迈取消部分出口中国的光刻系统订单的消息一出 引来中方强烈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有关霸道霸凌行径严重违背国际贸易规则 严重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 严重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 必将自食其果 同时 中方敦促何方 并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原则 尊重契约精神 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着泡沫化的风险 一直以来是外界关注的交定议题 有数据显示 在新年假期中 中国民众的房屋购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6% 而在房产销量下跌的同时 这一现象对中国整体经济的警示也令人担忧 随着新一年开始 许多中国家庭会趁机购买房产增加喜气 不过 据路透社本周二的报道 在2023年跨越2024年的三连假期中 中国40座城市的房屋销售面积 比去年同期降低26% 其中小城市的房屋销售的降幅最大 最多的地区出现在下降50%的情况 对此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 李恒青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民众购买新房的意愿降低 是因为对自身收入的预期也在下降 大家都认识到2024年的收入会比2023年低 而且不是一新半点 会低很多 正是这一原因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收入低 所以现在包括刚性需求的都不会去买 都尽量不去买 李恒青还指出 民众不愿买房的另一个原因 是大家普遍预期的中国经济会持续下行 所以中国房地产的价格还会继续下降 今天买了 明天就下跌 谁会买 所以这两个因素 一个是自己收入在下降 一个是房地产在下降 这两个共同作用 使得现在的房市美风雨下 而且会持续下去 不过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 对中国购房面积存交量下跌的问题则有不一样的分析 黄旭光认为 而为中国在2023年的房地产交易量平均比2022年降低了三层 而且新年的交易量降低26% 其实表现得比平均还要好 这显示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可能在发挥作用 这系列刺激光说 那现在是稳住了 销售还没有进一步恶化 就有很多销售政策起了作用顶上来了 刺激了消费 但是未来就不清楚 因为过去是有很强的限购政策导致 有钱想买钱不让你买 或者说首付款成本太高 利率太高 这些调整反转可能起了作用 2024新年一始 印太地区局势紧张 随着台湾大选临近 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恫吓和骚扰 与此同时 中国和菲律宾在中国南中国海的冲突继续加剧 非中也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引爆点 在国际危机组织预测的 2024年的全球十大冲突风险中 美中冲突赫然在列 该组织说 台湾大选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 都在测试着美中两国领导人 去年11月达成的短暂缓和 美国国防部12月27日发文 展示2023年度 在印太地区取得历史性成果 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丁表示 在这具有决定性的十年中 2023年将被视为 实施美国在亚洲国防战略的决定性的一年 但是这样的军事部署 能应对中国在新年里的挑战吗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 首先 美国与盟友和伙伴 在2023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使美国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力态势 更加激动 分散 更具韧性和杀伤力 美国将海军陆战队 滨海作战团和陆军水上舰船等 关键军事部门前沿 部署至日本与澳大利亚 扩大军力部署安排 增加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 框架下的四个菲律宾军事基地 与巴布亚新基内亚签署国防合作协定 在朝鲜半岛增加战略资产部署等 其次 美国还在部署尖端军事能力 开发未来在印太地区维持威慑所需的能力 并支持盟友和伙伴在其自新能力上的投资 包括发布了时尚最具战略导向的国防预算 包括1700亿美元用于推进空、海和陆上力量的采购 1450亿美元用于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 91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倡议 宣布澳大利亚通过AUKUS 获得常规动力及核动力潜艇的最佳路径 加强美澳国防工业基地合作 为日本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等反击能力 支持印度、国防现代化建设 共同生产战斗机、发动机和Striker 推出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 促进美、印研究人员、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的合作等等 第三方面 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军事行动合作 推动共同的区域愿景 比如 美、日、韩举办了历史性的戴维银峰会 日本和澳大利亚 以及印度和美国军队的互操作性加强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倡议 投资超过12亿美元等等 广告后 蒋文宜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COVID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 我们知道COVID可能带来长期症状 所以请记住 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COVID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 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进种病毒 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 请记住 经常洗手 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 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自建 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洗脊治疗中心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您正在收听者是西亚多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27 我是雅秋 今天是2024年1月2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哈佛大学校长 盖一周二表示将辞去职务 此前上任只有几个月的他 因为在国会有关校园反犹太主义的证词和抄袭指控而陷入风波 盖一因为在12月5日国会听证会上的言论而面临着 哈佛犹太社区和一些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的压力 近几个月来他还面临着多项学术抄袭的指控 盖一在给哈佛师生的一封信中表示 他辞职的决定十分艰难 男女用言语形容 他说 在与董事会成员协商之后 很明显我辞职符合哈佛的最佳利益 以便我们的社区能够以机构而不是任何个人为重点 来应对这一非同寻常的挑战时刻 有15名成员组成的哈佛大学董事会 在给社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其成员难过地接受了该一的辞职 7月5日 该一兵纪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基尔 和麻省理工学院长科恩布罗斯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会员会 就10月份 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后 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 圣骁城上一事作争 共和党众议员阿里斯·斯特凡尼克问道 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 是否违反学校有关霸凌和骚扰的行为准则的问题 三人拒绝明确回答是或否 并表示他们必须权衡言论自由保护 70多名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 要求这三所大学的董事会罢免校长 理由是对他们的证词不满意 马基尔在其言论遭到强烈批评后辞职 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哈佛知道 这位反犹太主义并且抄袭的校长早该被迫辞职 这只是历史上任何学院或大学最大丑闻的开始 尽管盖伊陷入了争论 但哈佛董事会上个月重申 相信他能够领导学校度过这一中东战争 带来的高度紧张时期 董事会还表示 对盖伊学术工作的独立审查 发现他没有犯下研究不当行为 最近几周他提交了几项引文错误更正 六个月前成为该大学第一位黑人校长的盖伊 和哈佛董事会的成员 在周二给师生的信中表示 他受到了种族主义攻击 盖伊的一些批评者 包括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认为 选择他担任这个职位 是学校促进多元化努力的一部分 而不是因为他的资质 前总统特朗普周二对米宁州民主党 即州务卿因他参与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 而将其排除在选票外的裁决提出上诉 预计他还将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就科罗拉多州的相关案件做出裁决 让他重新获得在该州竞选总统职位的资格 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对米宁州的决定提出上诉 米宁州州务卿贝洛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 根据恒小使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禁止某人竞选 总统的州务卿 该条款禁止那些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 上诉已经提交至米宁州最高法院 预计特朗普还将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 上诉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类似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从未就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做出过裁决 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结果裁决此条款适用于特朗普 这是历史上首次使用该条款 来将总统候选人排除在选票之外 科罗拉多州的七名大法官 全由民主党级州长任命 密苏里州州长星期二颁布行政命令 禁止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的公司 购买密苏里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 共和党州长迈克帕森的行政命令 禁止被联邦政府认定有威胁的国家的公民和公司 购买该州军事基地10英里以内的农场或其他土地 联邦政府将中国、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列为海外对手 之前中国一个间谍气球飞越美国 加剧了几十年来对外国拥有土地的国家安全担忧 支持限制拥有权的人经常猜测外国购买者的动机 以及与中国等对手有关的人是否有意使用土地 监视或控制美国的食品供应 市牧场主人帕森星期二对记者说 他认为他最大限度使用了行政命令的法律权限 他说他会关注州议会在5月中旬休会前 能否通过有关这个议题的法案 共和党籍的州参议院主席加勒·罗登说 通过此类法律是参议院星期三复会后的一项优先要务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华盛顿大学还是其一对利用其强大的进攻能力 在唐宛赛中以37比31击败德格萨斯大学 并将在全美大学橄榄球季后赛全国冠军赛中 与密歇根大学对争夺冠军 这场胜利是华盛顿大学在2016年半决赛失利后 取得首场大学橄榄球季后赛胜利 也许哈士奇对进入了学校历史上的第一场全国冠军赛 西雅图市议会于周二在2024年第一次会议期间 举行就职日 七名市议会成员宣示就职 其中包括五名新面孔 市议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五名新议员宣示就职 代表着西雅图现代历史上 市议会最大的人事变动之一 这一切发生之际 人们呼吁市议会解决持续存在的公共安全问题 现在随着新成员宣示就职 他们希望立即采取行动 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利尔今天发表声明 祝贺市议员纳尔逊一致当选为市议会主席 陈明中说 市议会主席纳尔逊成为西雅图面临的关键问题 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包括警察招募和刘勇 对西雅图小企业的支持 市中心振兴 以及解决分泰尼泛滥的问题 市议会主席纳尔逊 将提出一种专注于社区服务良好治理和切实发展的方法 这些共同价值观将有助于他在这领导角色中发挥良好作用 并在整个地社会中建立共识 随着成员宣布就职 让我们庆祝这届市议会 反映了新的多元化的观点、经验和想法 这将有助于我们共同为西雅图社区服务 我希望与市议会主席纳尔逊 以及所有的信任和回归的市议员成员合作 推动实现我们的愿景 即2024年建设一个安全、热情和繁荣的同一个西雅图 华盛顿州西部学校禁止使用手机的趋势日益明显 半岛学区是最新加入制定手机及智能手表政策的学区之一 该学区规定 除非出现紧急状况 否则学生只能在正常上学前后 以及午餐期间打开手机 该政策不仅包括上课日和上课时间 还涵盖了学校赞助或组织的活动时间 学生可能因违反该政策而受到纪律处分 贝尔维优学区也制定了类似的政策 据政策制定者称 当手机收起来时 学生将更加专注投入的联系和互动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60% 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51% 最高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网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 疫情虽然已经过去 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 2023至2024年度COVID-19疫苗 一旦感染 可有助降低长期COVID风险 如果你没有保险 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 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 请马上进行检测 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 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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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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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 现在还有消费满五元 可获八折优惠呢 仅限 仅限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 好期待啊 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 让人意向深刻 MCRIB重磅回归 请今天就来品尝 优惠每天限用一次 23年12月31号截止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 必须加入酬兵计划 下面下面介绍题有新闻 北京时间1月2日 NBA常规赛 快传121比104 大胜热火 莱奥纳德复出砍架 24分 6个篮板 5个助攻 4个抢断 取得三连胜 乔治23分 3个篮板 2个助攻 鲍威尔22分 2个篮板 2个助攻 2个抢断 热火方面 巴特勒缺阵 奥德巴约 空砍21分 15个篮板 4个助攻 洛夫17分 4个篮板 3个助攻 邓肯罗宾逊15分 北京时间1月2日 NBA常规赛 步行者122比113 立刻雄鹿 步行者方面 取得四连胜 哈利伯顿 26分 9篮板 11助攻 率队取胜 马瑟琳 25分 13篮板 麦康纳 16分 4篮板 9助攻 雄鹿方面 字母哥 空砍 30分 18篮板 11助攻 大洛 21分 5篮板 米德尔顿 21分 3篮板 6助攻 比斯利 12分 4篮板 北京时间1月2日 因为上一周 全球没有世界积分组织 任何的职业女子赛事 女子高尔夫球 世界排名的变化幅度很小 2024年第一季 女子世界全 前三位的选手分别是 蒂利亚乌 英诺宁 西林波迪尔 北京时间1月3日 凯恩 凯恩2023年 攻入38例联赛 进球 获得 IFFHS 男足世界顶级联赛 年度最佳射手奖 凯恩 2023年 在英超和德甲 打进38球 其中在 热刺 攻入17球 在拜仁 攻入21球 当选 IFFHS 评选的2023年 男足顶级联赛最佳射手 而姆巴佩·西罗 各在联赛中打进34球 排名前三位 来 今天发明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5.50点 涨幅为0.07% 收报于37715.0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45.41点 跌幅为1.63% 收报于14765.94点 标普白指数下跌27.00点 跌幅为0.57% 收报于4746.83点 COMEX黄金期货下跌5.2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2068.20美元 WTI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70.48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75.89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45,031.36美元 商政指数下跌12.66点 收报于2962.28点 香港恒孙指数下跌258.84点 收报于16788.55点 日本日金指数下跌75.45点 收报于33,464.17点 每月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709.75元人民币 根据11月通过的临时法案 美国政府将在1月和2月分别迎来部分机构的临时预算到期 而最近的到期日为1月19日 令人尴尬的是 美国国会到目前为止 仍没有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法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行其事 三、参议院与众议院又意见不一 这严重拖慢了预算法案的审批进程 目前为止 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七项由共和党制定的支出法案 而参议院则通过了三项法案 但这些法案看起来明显不同 意味着两院仍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推动各自领导人达成高层协议 并最终求得一个可以通过两院两党的法案 党地时间周二 德国航运巨头赫罗伯特表示 由于安全的原因 该公司将继续让旗下船只避开鸿海航线至少一周时间 赫罗伯特发言人周二在回答询问时说 我们每天都密切关注局势 但在1月9日之前 我们将继续改变我们的船只路线 赫罗伯特将重新评估形势 以决定是否继续改变路线 并且会参考其危机委员会会议的结果 自上个月中旬以来 野门胡塞武装组织 频频对经过鸿海的商船发起袭击 或使许多航运公司避开苏伊士运河航线 绕开改到非洲豪旺角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哈石熙和亚丘 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材片是雪涛 俊鸿 乐阳和小园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YouTube频道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